几亥年农历初时正好碰上了夕阳情人节 在这表达爱意的日子里 最经典的礼物莫过于浪漫的玫瑰花束 不过鲜花绽放的时间太短了 所以在十多年前就衍生出一种永不凋谢的真花 也就是永生花 而今年最夯的产品就是把观赏性质的永生花 插在使用的蓝牙音箱上 让情侣夫妻可以在花香还有音乐中 纪念当下的爱慕 再过一天就是情人节了 相信不少人正如火如荼的准备情人节礼物 那其中玫瑰更是热门的首选 不过眼看鲜花一天一天的枯萎 相信另外一半也觉得会有点可惜 那今年就不妨换个新玩意儿 选择一些别出新材的花艺品 就像是这个不凋谢的鲜花永生花 让浪漫的时刻长久保存 一朵朵颜色粉嫩永不褪晒的永生花 罩上了精致的玻璃盖 犹如小王子星球上独一无二的玫瑰 虽然经过加工制作 但永生花和干燥花相比 更显得柔软生动 保存期比较长 至少能放上三到十五年 整个制作过程是 它把新花所有的养分给吸收出来 那么再加进一些 food grid chemical的营养液给它 然后再加上它的市场上要求的颜色 那它就会定型 还有呈现出不同的颜色 在制造过程之中 永生花已经变透明了 那这是颜色的 就是现在加工的颜色 其实永生花早在十五年前 已经风靡国外 成为礼品新宠 七年前 永生花业者林德胜 将永生花从不同的国家 包括日本 中国和厄瓜多尔 引入本地市场 而插花家利用了玫瑰 满天星 薰衣草 绣球花等等 超过十多种花品 插成一个曲线优美的花艺 从高雅到可爱的风格 以硬俱全 受消费者的追捧 通常我客人问我们用什么方法去照顾 我其实可以教客人是说 你不要去照顾它 就是放着 不要让它碰到水 当然如果你要最好的呈现 就是在冷气底下 制造永生花的过程中 他们做了一个療程 叫做Antisectic 那这个療程就是说 它能让灰尘轻松地破落 你只是用风扇吹一吹 那个灰尘就会没有了 如果说永生花的出现 是将美丽进行到底 那么业者发挥巧思 把花和蓝牙小音箱相结合 则是把观赏和食用相结合 用户只需连接永生花底部的蓝牙音箱设备 就能播放自己手机 或电脑里心仪的歌曲 顾客还能按照心意 定制最独一五二的梦幻组合 让花成为爱情的永恒见证 我不是选什么的选择 去年也就送过 还是要送一个不一样的东西 看到这个可以 可以卖放摆着 卖看都可以收藏 因为我太太喜欢来个包 所以你就特别 普通永生花的售价 介于一百到一万五千令吉 至于今年新款音箱和永生花 则从三百五十令吉起跳 新品一推出立即热卖 目前占了一千多份的总销量一半 巴兔空间邓颖会 巴达林赛也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